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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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大家称我们为偶像团体的话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 通过我们的精神 通过我们的意志力 去改变大家对偶像的值得看 偶像就是让大家带来快乐 我觉得偶像就是能带领大家做正确事情的一个人 我认为偶像它本身是个形容词 就像以前的前辈一样 在时代去留下宝贵的经典的作品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 我是希望我们能够自己成为自己的偶像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不断地成长 要让自己做得更好 其实我觉得偶像它是一个可以 让更多人看到你 然后让更多人了解你 然后你还可以传递你自己的一些能量 和自己的精神和别人的这样一个职业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比较可贵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偶像可能更像是一种力量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拾起这股力量 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偶像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认识里面 偶像其实是一种力量 我觉得偶像是传递一种精神的 最可贵的一种精神 偶像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要是在传递一种信念 传递一种力量 传递一种让年轻人能够不断朝气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偶像其实是每个人心中有能够快乐 作为偶像能够给喜欢我们的人 或者观众能够带来更多的我们的能量 我们希望他们从我们身上 能够得到更多的生活的正能量 和往前走的动力 这是我们想要去求 我就是觉得能带给大家正能量 然后能让大家开心快乐的人 其实就自受一下 为了不辜负自己 然后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 一直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给大家分享一下新来的心情 放松的 饿了好累啊 感动 平静的好 那带我工作完主要去做什么 睡一样 回去睡觉 跟他拼着快乐 觉得今天的舞台主要 应该挺不错的 今天累吗 接受了 很累死了 开心吗 接受了 开心好 啊好开心哦 开心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Ry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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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他在那儿想要不要想到点吧 好吧 杉古老师请 走吧 走了走了 谢谢 这就是很烦的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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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 太久了 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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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久了 这是我的binary 早 此 你们 我再网人 感谢观看